台灣連五天確診破百例 但陳時中被踢爆 5月13號的時候 還投書英媒金融城早報 要幫全球建醫療體系 沒想到兩天後 台灣暴增180例確診 全世界瞬間見證 台灣防疫大破功 陳時中還狀況外搞大外宣 狠狠被打臉 笑死人了 隔沒有幾天就全部破功了 牛皮吹太大了 防疫指揮中心 過去這一年多來 根本就是在打混 那他還好意思 還大言不慘 還臉皮很厚的 去跟全世界宣傳 到最後只是讓全世界 看到台灣的笑話 即時隔離及縮短 釀防疫破口 網友嘲諷 陳時中難倒是要 交全世界隔離3加11嗎 造神造過頭了 就連彭博社都直言 自滿滲透台灣唯一的防線 包括早該快篩普篩 但官方卻說 浪費資源浪費錢不肯篩 以及疫苗接種率太低 台灣只有0.9% 但新加坡只有19% 都是指揮中心 傲慢大義 早就該好好做的 防疫措施到現在 疫苗沒有 害老百姓這樣子 生活上的不便 然後又停電 可惡的要死 政策錯誤害死人 跟美國買 買武器買那麼多 結果疫苗都沒有 這也太離譜了 兩位也大罵全球疫情爆發一年多 你的超前部署在哪裡 一整年的時間 陳時中指揮官都在幹什麼 為什麼敷壓隔離病房嚴重缺 為什麼叫大家有症狀在家 等到疫事不清的時候才可以送醫嗎 這就是我們要幫全球建立的醫療體系 防疫體系嗎 我覺得他完全不適任 他早就應該下台了 台灣疫苗覆蓋率只有0.9% 竟然想教全世界怎麼建醫療體系 網友大崩潰 就怕台灣成為國際笑話 記者林新縣陳進以台北報導